水稻传统施肥浪费大 怎样才能用管道顺利把肥料送到稻洋根部 一块木板的启发 如何让传统农业和现代机械化相互结合 科技院马上为您讲述 各位好 欢迎来到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参与手机互动 方法是打开微信选择发现摇一摇 摇TV参与互动会有惊喜福利 对于水稻种植来说 机器耕田 机器插秧 机器收割 这已经非常普遍了 可是唯独给水稻施肥 在我国的绝大多数地区 还在沿用着传统的农耕方式 给水稻插秧前 大家都要忙活一件事 第二就是提前在田里施一次肥 而农民在这个时候一般都是用撒肥这样的传统方式 全靠人工提着施肥桶一把一把的撒 一木田要是75斤的肥 一个小桶能装10斤肥料 一次一次来回的在泥里撒肥 一天下来甭提有多累了 水田面积大 人工撒肥 只能是凭着经验 一块一块的来 所以难免会撒了这头 忘了那头 有的地方漏撒 有的地方多撒 那是常有的事 撒完了肥 还不能当下就去插秧 农民还得把施过肥的水田再平整一遍 因为缺乏施肥后平地的机器 所以有的人用牛平地 有的人干脆是自己动手 跨个绳 直接拉着长木梯平田 无论哪种方式都非常的辛苦 别说是在泥里了 就是在汉地上 拖着个五米长的沉木梯 也不好走啊 这东西累吗 您把我看着点 举步间 确实特别沉 而且这个脚底容易打滑 用传统的方式施肥 泥不说 这化肥对人手还有腐蚀性 泥里还会有吸血的小虫 这些官对农民来说都可以忍受 大伙揪心肥的时候 正赶上雨季 那些撒肥 很多都被雨水 化肥是真的 它马上溶结给水 溶结给水以后 百分之十五十 都是这个从水下 从个表面水流走了 这就意味着 农民湿的肥多 可水到真正能够用得上的 却很少 很多肥料都浪费了 不仅如此 流湿的化肥 因为多是含氮量高的氮肥 如果流到下游的田块 就会让杂草丛生 和庄稼抢地 如果流到附近的江河湖泊 则造成了严重的面缘污 化肥流失的多 有了农民为了保证水到产量 就得多食肥 这就会形成恶性循环 要想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就必须改变原有的食肥方式 那能不能把肥直接摔到泥土内部 尽量减少和水的直接接触呢 于是湖南省农机站 就和当地的农机企业合作 打算做一个创新的施肥机 而他们首先要做的 就是论证这种想法的可行性 2013年的时候 在田间就做了一个对比实验 把这个肥料和粘土 搓成一个个泥球 四道药苗的根部 一个是一个50%的普通食肥量 一个是65%的食肥量 一个是80%的食肥量 四年前 王树平的团队 做出不同配比的肥料球 他们按照精准施肥的标准 把这些肥料球 放入秧苗根侧4到5厘米 深5到6厘米的泥土中 来年再通过作物掌示 对比进行数据分析 通过后来的 承受以后的这个摧产结果 50%的食肥量 就达到了普通食肥的 这个产量标准 把肥精准施到药苗根部 只要普通食肥量的一半 就能让水到正常生长 这就说明 这样的想法是完全可行的 也为食肥机的研发 提供了一句 我们就更有底气了 做这个机器的话 就防止能够解决 这个食肥的问题 可到底 做一个什么样的机器 把这些肥料 送到最准确的位置 这个聚塞的 打针一样 像这个聚塞器定位 打针一样 把这个肥料打到药苗的旁边 像肥 光是天下 王树平的打针施肥 要怎么施呢 这样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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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 就把这个肥料从这里打出去 打出去 打出去 打到药苗 打到泥头下面 踢上去 这个想法完全 这一推一送的 再控制好肥料流动的速度 不就能随着机器行走 直接摆进地里了吗 可当时模具做出来一实验 立刻就被大伙给否定了 越积越紧 越积越紧 之后就把这个抖上了 不管有多大的力 都是抖上了 这个方法 好是好啊 不知道 但是不能失去 打入泥中的管道 把肥料送到 这个缝缺的 可用活塞推送的方式 不行 无奈 在当时 王树平一直找不到 一个好的突破口 到有一次 王树平在乡里散步的时候 让他一下子蒙发出了一个 绝妙的点子 随着转动 螺旋赶上通道 断的向下走 如果肥料 螺不就能直接被带到泥里去 不用挤压 也不会堵塞了吗 是不是可以 用这个螺杆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 施肥虚胜的问题 调整好螺旋杆上 螺旋之间的宽度 和螺旋深度 模具做出来以后 再次实验 果然 肥料可以不受影响地 被送了出来 当时 王树平足足用了一年 才做出了 能把肥料 顺利送到泥中的施肥机 可他们也仅仅是实现了 理想的施肥方式 我们的路 这个问题又出现了 到收获完 被直接打碎还田 田里都是杂草 草杆给王树平的施肥机 整体 然后就带泥 这么大的大堆 就把河苗挤到了 如果后面有河苗就挤到了 对 有的是埋起来的 施肥装置 是安装到插秧机上的 这样就能够实现 肥和插秧同步 一机多用 王树平把农户试用 机器在泥泞的水田中行施肥筒 将地里的草挂住 是越积越多 原本施肥应该和羊苗平行互不干 当时那农户都 农户一看心疼坏了 可要想让肥内 只能把管子插到泥里施肥 而插进泥中的管子 行走时又避免不了的 要挂上泥和草 水田中的街杆和杂草 都是没法避免的 所以要想解决问题 只能从施肥机上想办法 那王树平的团队 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呢 准备 说起这事儿 还是几块木板 给王树平帮了忙 这是什么木板 又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些可不是普通的木板 他们来自我国传统农耕的智慧 想到一个我们擦羊的时候 要抖架子 传统的水稻春耕方式 是先施肥平地 然后在地里画格子 最后农民再按照画好的格子 给水稻插秧 正是这画格子的小木板 带给了王树平启发 这个架子前面有一个斜洞 在它往前走的时候 在田里面来回拖拖拖 这个草就压下去了 怎么也不夸草 这不正是王树平要找 一个团队开始 他们要设计一个斜器 挂在施肥桶的前方 来砸草 当一个开路先锋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结果发现这个斜洞要比较小 要达到20多左右 它才能够把这个草压下去 那既然角度越小 挂的泥草越少 是不是能够尽量设计出 角度更小的斜器呢 甲越斜越好 但是你要是太斜了 你大概做得很长很长 要做得很长很长的话 它继续实现不了 最后他们选择的是20度的斜器角度 并且按照这样的角度 设计出了施肥鸡的开路先锋 走 鸡器在夏天插秧施肥的时候 斜器就把泥中的草 拨开一部分 压低一部分 后面的施肥管施肥行走时 也不会再拖泥带草的压倒水稻苗了 这个前部我们显定了一个20多9多的话 是的效果就非常好 一点都不夸 不管怎么情况也不夸草 插完秧的同时 肥料也湿进了泥土里 测量一下 每个地方肥料施放的深度是5厘米 横向距离泥苗4.5厘米 完全达到了水稻田精准施肥的目的 能做到机械化精准施肥 施肥鸡拖泥带草的问题也解决了 王树平他们就开始在当地 进行小范围的推广试用 听到有这么一个机器 当地有不少人抱着适时的态度买了回去 起初用户的反馈也不错 可正当他们打算大面积推广机器的时候 一个事故让王树平的推广计划搁浅了 当施肥鸡在水田里工作的时候 有的人突然发现 肥料桶中剩的肥料有多有少 差得非常多 这就意味着某一行的羊苗边上施肥非常少 甚至根本就没施上肥 当时正是春耕最忙的时候 农户对那次突发事件非常不满意 难道是肥料堵塞了吗 可是这种螺旋式的施肥方式 堵塞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经过他们一项项排除发现 不是肥料堵了 是螺旋杆罢工了 螺旋杆和套管都是不锈钢做成的 施肥的时候 螺旋不断的转动 就会和管道产生硬碰硬的摩擦 随着工作时间延长 越是高速运转 摩擦越大 就越容易出现卡死的情况 螺旋杆卡卡死不动了 肥料自然就送不下去 留在了箱子里 一块甜都弄完了 肥料又都埋在了土壤底下 根本就不知道哪儿湿得多 哪儿湿得少 就算是想补救 也无从下手啊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机器肯定不能投产上市 所以王树平马上召回了当时推广试用的机器 开始着手研究如何解决螺旋杆和套筒卡死的问题 当时就是我们想个办法就是把这边让它开一些油槽像这样子 开一些油槽 开一些油槽来油从这里加进去之后 油就会送着这个槽子往两边走 就是降低它的磨刀 刚开始他们想的是在罗杆的驱动部分加一个油槽 通过润滑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可是实验了一段时间 还是不行 是运挖也保持它长期的运发 如果是不长期的运发 它怎么会出现摇死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情况有很大的改进 但是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加油槽润滑的方式被否定了 他们就想 既然硬碰硬会摇死打架 那何不让其中的一个变软呢 我们后来就是选了这个材料 这个叫尼龙66 耐硬性好 哪怕是在东北 零下四五十度 它也不会硬窄 不会冷窄 到了海南岛温度高的地方 它也不会软 本身的摩擦系数很小 这个材料 可以说是忽略不济的 尼龙66是种非常特殊的塑料材料 它具有足够的强度韧性 而摩擦系数却非常小 汪淑平他们用这种塑料的裸杆 连续运行了一个多月 都没有再发生卡死的问题 一台插秧机 一般一年能够服务500亩地 这么一算 如果是理想状态的话 一台机器用12年 都不会再出现螺旋杆 咬死罢工的问题了 同时在改进中他们发现 这样的塑料材料 不仅可以用在螺旋杆上 而且还能够用在斜器上 从而降低机器的负荷 高分子材料很轻 它的比重只有它的七分之一 它只有它七分之一这么长 正量 对 才是比较轻的发到后面 对这个冷静是非常重要的 就减少了这个农机的液负担 运作的负担 从论证实验到施肥机 能够顺理施肥 他们整整花费了四年的时间 可以说 每一个看似简单的细节 他们都要花上很长的时间 反复的试验 就这个小板 花了我们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在田里面的试验 那就是每天反复试验 这个看似简单的挡板 作用可不小 当施肥机试过肥以后 挡板就把施肥桶两侧的泥 剥回施肥后留下的坑里 覆盖在肥料上 这样就能够最大限度地 避免肥料的流失 让精准施肥的效果更好 最后 他们又在施肥机上 加了一个智能的控制系统 通过控制来监控 每个施肥管的施肥情况 做到最小的误差 就是比如说我一亩 需要三十公斤或者四十公斤 我通过这里可以调整 它以一公斤为极数 第二个是对它的差值的足距 足距就是说 它宽了或者窄了 根据它的苗量 进行肥料总量的一个换算 这么一来 王树平的施肥机 才算是彻底研制成功了 春耕时节 机器在田里走一圈 殃苗被插进地里 肥料被直接食到殃苗根部 王树平在施肥的时候 想要解放农民双手的愿望 算是实现了 而且这也在灭源污染的源头 很大程度的解决了问题 这个肥料一试下去 我们再不用吃 那个追回啊 尿吃什么都不用了 这个呢 把肥料这个肥料不流失 那个停上一下雨啊 就不流失 给我们积入了那个经济效益 那个成本干低了 原来我们人工试回 水田的精准施肥 一直是水道生产中的一个难题 而像这样的同步精准施肥机的发明 在让水道最大限度吸收养分的同时 也极大地减少了肥料浪费和流失 不仅为农民带来了食汇方便 也让由肥料流失引发的环境问题 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善 水田的精准施肥 一直是水道生产中的一个难题 而像这样的同步精准施肥机的发明 在让水道最大限度吸收养分的同时 也极大地减少了肥料的浪费流失 不仅为农民带来了食汇方便 也让由肥料流失引发的环境问题 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善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连续方式获取 感谢您关注又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蒸煮煮煎炒 鸡蛋怎么吃 营养才最丰富 人参黄金 墨碎了给鸡吃 为什么非要这么胃 十年探索 就是要让鸡下出低胆固醇的蛋 科技院下期讲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